超完美收納 大家好 我是佳玟 今天的超完美收納 我們要介紹的是一個八屏的空間 這八屏的空間有六大機能 它是完全做到滴水不漏 這個房子其實它只有單面採光 而且非常的狹長 所以我們在做設計的時候 要把它的功能從光面開始一路的引進出來 從入到玄關的地方開始 我們就需要做到這個大量的鞋櫃收納 所以屋主要放150雙鞋放在這個玄關區 然後中間我們有做了這個鏡面的設計 進入浴室之前的這個門片 我們做的是滑板 滑板上做了一些鏡面的設計 它可以有穿透感之外 它可以有折射 在浴室裡面比較特別的設計是 其實屋主原來的這間浴室 它是件上已經做好的 我們只幫它加了一個淋浴間泡澡的功能的淋浴區 這個區塊剛剛好就是一根可以躺下的空間大小 我們也希望不要浪費預算 所以屋主原來建商送的這個檯面我們不動 可是在下方我們做了這個浴柜的收納 上方做了打光的鏡框的鏡子 可以讓整個空間放大 而且質感加倍 進到客廳之後 我希望它的空間是可以放大 因為它很狹長 所以沙發背後我們做的是這個 林格文的鏡面設計 比較特別的是我們需要一個大廚房 所以在這個設計裡面 我們把電視牆跟廚房做了一個結合 用拉門片的方式 平常是一個造型的門片 打開之後它是一定具有的這個廚具 而且是夾大板的 原本只有單面採光的房子 透過巧思將採光引入全市 其中斜角度的電視位置 更是創意十足 不僅和冰箱位置巧妙連結 四面收納還大大滿足了生活機能 那我們往著採光走呢 會先到書房的位置 這個書房的空間呢 我們是做了一個 摸字型的三面的桌面 這樣可以滿足屋主需要書寫的功能 當然不可以浪費 就是書桌的旁邊跟下面 全部要做收納 然後書桌的右側上方 也要做吊櫃的收納 書桌在沙發中的這個走道呢 也不能浪費 我們就做了一個八尺長的衣櫃 它的圖騰呢 一樣我們就是跟客廳 旋光呼應是做花板 裡面再夾鏡面的設計 那裡面的收納呢 是以印俱全 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在書房有採光的地方呢 我們多加了隱藏式的吊衣杆 因為這邊的通風跟日曬是最充足的 所以如果大型的床單 或衣物要曬的時候 這個位置是最恰當的 那當然不可免的就是我們的臥室區 它一樣要最多的收納 首先在床座的部分呢 它有抽屜的收納 那另外床頭的部分呢 也就是剛剛電視櫃的後方 我們也做了隱藏式的收納 有下線板的床頭櫃收納 然後還有床頭封泡棉的部分呢 我們也都做了收納的設計 所以在這個小小的八瓶空間裡面呢 我們做了玄關 客廳 書房 臥室 大廚房 還有大浴室 曬衣的空間一應具有 想欣賞更多劉佳文設計師的作品 請上幸福空間網站搜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